我愛蘭嶼 藍嶼 藍嶼 我愛藍嶼 我愛藍嶼 好漂亮 而且好多人在玩水喔 就是這種生活 對 沒錯 擊倒台灣這次來蘭嶼 又有特別的任務 聽說要去這種世界級的前點 而且這個前點 是我一直夢寐雨球想要去的 記得那時候 我第一次來蘭嶼前所 我看到一張照片 就是一個人跪在八代灣的船上 做一個膜拜的姿勢 那個船超大的 對啊 我們擊倒台灣就是要這樣子 把台灣玩得很深入 玩得深入 淺得很深 然後爬得很高 大來賓啦 擊倒一定有大來賓 這次大來賓會是誰啊 對啊 能跟我們一起下海的 對啊 這個會很難耶 他必須要融入水 對啊 來了 來了 真的是耶 真的是耶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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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天啊 好開心喔 大明星 加油 腳不見 怎麼那麼高 腳不見 你幹嘛 你幹嘛 很跳動我沒辦法結合 就是你偶像劇 跟這裡怎麼連結的啊 對啊 對 你看起來好像住在這邊的人喔 對 真的嗎 我剛才看了一下 對 就是比大家稍微早來了一下下 想說好好的營救魚 是你一定先來了 對 這我在講 大概每年都會回來一兩次 對 大家好 我是鍾堯 其實最早來蘭嶼是因為潛水 對 然後後來又再次揭露比較深的緣分 是在2017年的時候 拍了一部電影叫做海人魚 所以我們全程 在一個月的時間都在蘭嶼拍戲 那因為蘭嶼這個島非常特別 因為當地有屬於自己的文化 所以我們花了很多的時間 跟當地人還有達悟族人 然後努力的產生了一些幫 所以當地人幫了我們很多的忙 所以也依此呢 跟他們像家人一般的結了緣分 蘭嶼 就是 我覺得它應該要取名叫 Blue Island 應該是那個藍色的藍 我覺得它的特有的環境很特別 它的海是 真的是一個正藍色 是非常非常藍的藍色 因為它蠻獨立的一座島 所以在水下 其實它的乾淨的程度 跟原始風貌的保存 都相當的完整 最厲害的地方 當然有我們這一集有趣的 八大灣乘船 它可是世界級的潛點 打開那個全世界潛水的那個潛點 其實藍嶼是有被畫上 被掛一個潛水漆的 不代表它真的是一個 很有名很有名的一個地方 因為 畢竟它的能見度 其實數一數二 就我去潛過這麼多地方 它的確是 的確是能見度好到不行的那種潛點 你不要帶我們去哪裡玩 這個地方在開圓港的一下船 就有一個小小的市集 好棒喔 我最愛這個 他們會賣一些當地的手工小藝品 然後還有一些當地食材 喔 我要看 我要看 對啊 市集中才不長就一點點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們的當地 有時候賣一些什麼東西 大哥大姐好 你們好 好棒喔 你們這些東西好特別喔 對啊 好手工 欸這個都做得好精緻喔 避邪的 避邪喔 哪一個避邪的 你摸的 這個避邪 這個要怎麼 這要掛在哪裡 身上嗎 背 背上 背上 對啊 掛在身上 對的 對的 不行這樣 對 對 好害 好害 天啊 你下次眼外重生就這樣 對啊 我應該這樣才對 好 對 就是這個 有事耶 完全不敢靠近 惡靈不敢靠近 讚 讚 讚 這樣之後美女會靠近 因為很Man 你需要的東西 所以買東西 好 我都有 好 好 好 螳蟹 這個厲害 姐姐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它是不是叫 Ga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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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實都是熟的了嗎 可以直接吃一下 有 要不要吃看看 來啊... 吃看看 好大隻喔 阿姨 什麼 怎麼吃你要教我們啊 他吃那個腳上的肉 再把肉擠出來 來啦 真的有肉 真的有肉 好豬喔 好豬喔 這是肉排 你可以不要幫我剝嗎 姐姐都幫我剝吧 好帥喔 有肉耶 阿姨 他們都吃腳而已嗎 腳身體的 真的耶 來 吃吃看看 它的肉又鮮甜 又有嚼勁 好吃 真的喔 肉很厚 而且非常新鮮 要再吃那個瓜子 好吃 我想再吃瓜子 對 藍藝人在煮瓜子 對 很蟹的腳上擠出來 很好玩耶 謝謝 謝謝姐姐 好吃 吃Galang Galang Galang 我不是Galang意思 Ga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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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藍魚就一定要來 水在泉水一下 藍魚就一定要找他 藍魚就一定要找他 好久不見 回到花園曼 花園曼 花園曼 花園曼耶 真的 啾啾啾的 那個字底的話 花園曼會在2426米的沙地上 我們會在釣高在上面看 他們會看到好幾個 因為你下去的話 關於想到它 它會害羞 對 那花園曼還可以看到什麼呢 我們往左側的話 會有一些小海上去的那個 上去叫 漂亮 它會寫有點像廢道一樣 會這樣子撞過去這樣 對 但是那邊很常會起流 所以等一下有自己替花園的 要稍微加強一下 要逆流而上 那個腿力很好的 不用問 腿力好 這樣大概深度會到幾度 大概在18米之內 大概在最深會大概 12米左右而已 我們會在上面 12到18 對 12到18之內 是水族館的概念 準備 往後座 往後躺 好 一 二 三 好 可以 快點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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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喔 它竟然跑到海面下面了 難怪它叫人魚 因為它一跳到海裡面 就等於回到了藍魚的懷抱 感覺它非常的享受 教練說這邊可以開始下潛了 哇 其實我面鏡往下面看 其實就非常的透徹 哇 藍魚的藍啊 真的不是浪得虛名 這個玻璃海的透徹程度 真的非常的漂亮 而且我光面鏡往下看啊 至少五米 這邊都是乾淨的 完全沒有任何的雜質 當然藍魚的大海 從來都沒有讓我失望過 即便是十五米 二十米 能監渡我們這一趟的行程 還是一望無盡 藍魚的大海真的是 很難用任何形容詞去形容 對我來說 回到大海就是一個 最舒服 最舒適的環境 好多魚喔 而且呢 可以看到非常多很小很小隻的魚 大概幾公分不到吧 然後看得出來是魚苗 然後他們整群的在海面上面 其實由下往上看 你會覺得好像在 看到很多流星一樣 因為今天剛好正有太陽 然後太陽打在魚的身上 反射出來的光真的很漂亮 珊瑚啊 佈滿了整個郊原 其實非常的壯觀喔 那你必須要潛到海底呢 才能感受到那個風景 而且沿途的珊瑚啊 還有魚啊 非常多各式各樣的魚類 在這邊真的是一覽無遺喔 但我們這一趟最重要的 就是要去找我們的花園漫 所以我們就跟著教練 教練在招呼我們 叫我們往前進 不對... 我看到一個很大的東西 教練叫我們往那邊看 那個是什麼 好大喔 這是海參嗎 還是海怪 太大隻了吧 我看... 這個海參的巨大程度 已經跟我的大腿差不多了 而且我從來沒有看過 這麼巨大的海參 如果你是跟我講 用講的 我可能還不相信 真的是你要有眼 真的要... 要親眼看到你才能 有辦法相信 有這麼大的海參在這裡 哇 你看 一下水 這邊大概才八米到十米 就看到好多魚在游喔 前面... 前面的該不會是車曲背吧 我一下來就看到車曲背了耶 那是佛教七寶耶 蘭嶼海裡面最大的明星 個人認為就是車曲背 能看到車曲背真的很開心 好空曠喔 天啊... 我看到前面那一條條黑黑的是什麼 該不會是花園蔓吧 哇塞 來到了花園蔓的森林 這太壯觀了 我從來沒有想到 竟然可以看到 壯觀花園蔓的畫面 是前面那一群嗎 好多喔 天啊 來到了花園蔓的森林 這太壯觀了 好有趣喔 他們起來的 看的方向都一樣耶 好可愛喔 這跟我當初在這個沖繩 水族館看到的那個景色 完全不一樣 因為你在水族館看到的 可能就是有一咪咪 但是你在這裡看到的是一大群 天啊 我覺得蘭嶼真的好棒喔 他把這樣的海洋支援 讓海底生態保持得非常的好 嘿 靜下來 原來是花園蔓到了呢 我上一次看到花園蔓 已經是好幾年前的事情了 沒想到蘭嶼的 蘭嶼的30米的深度 居然有一大片 比我想像中 還要健壯的花園蔓 在那兒互相跳著舞 他們每一個人 都朝著同一個方向 隨著海流在漂流 那感覺非常非常的浪漫 哇 太棒了 天啊 蘭嶼真的太漂亮了 我真是不想勝了耶 天啊 好美喔 天啊 天啊 那花園蔓 超可愛 對啊 而且比較近的 前面一兩根在那邊碰碰碰碰 快往後面看才發現 後面是整片耶 天啊 可能一兩百隻吧 太多了 對 他們很像小小的吸管 然後這樣子隨著海浪這樣子擺動 而且在我們眼前看到 那個比較小的感覺上是那種 又細 然後身上還有黑黑的斑的 但在後面的整片都是灰色的 我不想上台 我想再下去 我也是 太美了 畫得真的超可愛的 對啊 可是不太讓我們在幹嘛 他們就是每個 然後這樣子隨著搖來 對 搖在那邊 像水草這樣子 對... 膠原區的珊瑚礁 那個珊瑚礁超美 而且我看到最感人的畫面是什麼 其實膠店除了帶我們之外 還一直在清理海廢 對 我們也一邊... 對 一邊油一邊清 然後一邊把釣魚線 鏟在下面通通拉上來 剛才你們有看到超多的 頭叫七寶十一的東西 車曲貝 車曲貝 超多 車曲貝是蘭嶼的特材 對啊 靠過去它那個顏色會變 然後它會突然收一下 再變一下... 收一下再變一下 對 很漂亮 很美 你有錄到嗎 我沒錄到 我有錄到 蠻油漫油 他們很大隻耶 有 蠻油漫油 慢慢靠近他們 他們的一個作品 對 對 真的一包 超好玩的 人品很漂亮 可愛的花園 謝謝人魚 謝謝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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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朋友幫他撿垃圾 對啊 對 我覺得撿垃圾這件事情 真重要 好 我要帶給人來東青這一集 這間它很有名 因為它是整個蘭嶼的第一間冰店 看起來滿新的耶 對 其實現在很多蘭嶼的年輕人都回來了 然後他們都會把所有的在地的舊品牌 全部都重新設計過一次 對對對 所以現在年輕人 他們覺得蘭嶼是一個很值得 必須要保護的話的地方 所以他們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好 很幫助這個地可以再度不同的發展 我們要不要介紹你們這邊 最值得演的一些白兵 好 我們最主導的是 阿全伯海燕窩剉冰 對對對 然後它上面有一球冰淇淋 總共有六種可以選 建議是芋頭冰淇淋 然後芋頭的話 是用蘭芋的水芋跟漢芋做的冰淇淋 好 好啊 我要 然後它下面就是還有海燕窩 然後芋圓剉冰跟黑糖 夏天還滿消暑的 好 這個來看 用看的都覺得很漂亮 你看看 我們要想吃一個 來 海燕窩 好濃喔 它的芋頭冰 好濃喔 它不是那種絲絲的那種 它就是 它就是天天黏黏的 黏黏的 然後有帶著一些牛奶味 對 很像芋頭牛奶 它的芋香真的很濃郁 而且不是香精的那種 蘭芋的水芋它顏色本來就比較棒 而且它的質地跟山藥其實一樣的細緻 所以說實話 澱粉質很高 真的很適合做冰淇淋 這要講話就好好吃喔 我跟妳說 這個也很厲害 它的這個檸檬的雪酪啊 然後配上海燕窩跟白香果汁 然後配上去酸酸甜甜 然後海燕窩那QQ彈彈的口感很棒 而且完全沒有任何 完全沒有任何海藻的腥味 你看這麼樣的一杯海燕窩 其實它流傳了很久 聽說以前那個 它專輩是開著小貨車在賣這個 對 就是整個蘭嶼島的味道 然後時時刻刻可以聽到 阿專輩他喊說 阿專輩海燕窩 有點是下船的一些漁民啊 下來之後就馬上喝一杯 養顏美容 而且還好 消除了 好 又好 太冰了 太冰了 太冰好痛 那個啦 太冰 牙齒酸到 這個芋圓也好Q喔 敏感性牙齒對不對 我剛剛怎麼這麼熱這麼熱 真的喔 一口 一口吧 天啊 好爽... 它的芋圓超Q的 我的天啊 好好吃喔 而且芋圓裡面不只Q 它裡面還有一點渣渣 有點纖維嗎 我不會想要吃 這個它的火力 整碗都是很天然的味 對 我覺得這種涼爽又不甜 超多的 如果你真的吃單純 網路上門找 就能找不到 真的需要一些在地人的報告 真的啊 我帶你去深入一些 他們當地人的感覺 對 一來就會愛得 很值得 很值得 真的愛得 對啊 因為這邊島上的居民 其實都很好 很有聲 很熱情 對啊 而且我們要幫當地人 就是宣傳一下 因為當地 現在有非常多年輕人 會有帶回來了嗎 他們都非常在乎 天的環境保護 所以如果來島上玩的人 都希望可以帶自己的 館寶貝 是的 餐具 做出的人 然後接上 不是屬於分島的 我們這個島上垃圾 帶回去 我們盡量減速 真的 好 節約能源 對 你不是要帶我們去看 蘭嶼有很多的魚 很多的魚嗎 怎麼帶我們來這種命境啊 當然 但是雖然我們不一定看得到 今天有沒有辦法 看到魚 但是呢我要介紹 蘭嶼非常傳統的一種 捕魚法 欸 他已經在蘭嶼上面 相傳已經有95%的人 不會使用這種 古老傳統的捕魚法了 唉唷 快失傳了 我們要介紹的這一位 德哥 他是島上 就是已經很 很少見到這種捕魚法的人 快滅絕了 對對對 然後我們等一下可以請他介紹 好啊 德哥 嗨 這位是德哥嗎 你好 嗨 德哥你好 這魚具厲害耶 我光看這個德哥這行頭 都覺得這個捕魚技法應該很難 是 天啊 可是看不太懂耶現在 對啊 這個是我們蘭嶼傳統的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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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那位 馬那位 應該是哪位 哪位是抓魚嘛 馬那位是拋出去的動作 對 馬那位 那我們就請德哥為我們示範嗎 好啊 德哥走 我們要到海邊 好 好喔 好啊 德哥開始 開始進入一個深深的隧道裡面了 看起來應該是在岸邊 然後 不知道耶 然後趁那個浪打來的時候順便撈嗎 對 完全不知道他要怎麼抓耶 超魚頭巨 對 他好像也沒有多說什麼 就直接 一滾往前走了 德哥啊 就很奇怪耶 德哥已經把那個網子打開了 欸他好像要操作了耶 打開了 對對對 對 打開了 他把它張開了 往左右邊這樣子打開 天啊 天啊 德哥在抓了 德哥在抓了 真的嗎 已經在抓了嗎 德哥在抓了 他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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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的男兒 哇 太帥了吧 他有那種敘事在他 這就是傳說中的 藍女最帥的網帥 是喔 他帶網 哇 確定這樣可以 抓得到 好帥喔 哇 這要把網子甩出去 然後再拉回來 哇 欸這不容易耶 其實我覺得藍魚很棒 就是在他們來講 他們有很豐沛的海洋食 是 沒錯 他們吃什麼 他們只會撈他們當天要吃的東西 是 然後除了飛魚季以外 他們必須要公收 我覺得他們的飲食方式是比較 比較人道的 對 比較人道的 我覺得他們 吃多少 多少這件事情 對環境是最友善的 是 而且也不會造成食物的浪費 是 不要多地捕牢啊 他們每年只有在飛魚季 才會多捕一些飛魚季 看看 哇 天啊 高山 好帥喔 好帥喔 好厲害喔 好帥喔 好厲害喔 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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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是 他們那個網子就這樣 好帥喔 天啊 好帥喔整個 整個超棒 耶 加油 好帥喔 好帥喔 來... 可以讓我們看看嗎 白毛 白毛是好貨 白毛是哪一個 這隻 白毛那一隻 喔很大耶 好帥喔 白毛是高級魚耶 開玩笑 而且重要的是它身上其實基本上沒有任何傷口 你知道我們釣魚的啦還是打魚的都會有傷口 像這個就是真的對海洋最友善的一種疑惑方式 最新鮮的 真的真的超棒 德哥這個一般是不是在我們這邊比較常抓到的魚子 那我們當地叫什麼魚子 古巴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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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這其實都是很漂亮的 而且他們都是在近岸的這種殺胡椒地形的活動 那其實以這種漁獲方式 它是對環境最友善的一種方式 對 他們很可愛 他們超滿 而且德哥這樣下去撒個兩三網而已 對 代表這邊魚量其實滿多的 魚海共生的力量 學到好多 謝謝德哥 謝謝 真的 謝謝德哥 我跟你們說這個時間來剛剛好 因為我現在帶你們去的地方是時間限定的 好 必須在差不多是日落前 一點點的時間來剛剛好 看日落 所以是看日落 滑著SUP 欣賞藍嶼的日落 絕美的景觀 路易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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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路易 路易我們這一趟出去 現在天氣剛剛好對不對 剛剛好 非常舒服 只是帶一點風而已 對 剛好 有風啊 對 藍嶼的太陽是非常熱心的 那一點風會比較舒服 OK 我們大概要滑多久 我們整個行程上都是一個半小時 好像太久了吧 一個半小時 沒錯 那我們之後準備一下可以 那就準備一下 來 要出航了 來欣賞藍嶼 最漂亮的日落景色 好 好舒服啊 這就是我要的藍嶼 而且今天的海平面非常的便宜 很舒服 很舒服的天氣 風沒有到真的很大 好 而且現在六點喔 還有非常多人在海上 但是他們都是來這邊看最美的 我的意思 哇 我們的基島台灣真的是 我們就是要看到最漂亮的台灣 然後去台灣的秘境 然後帶給其他人的世界人看 陽光打露在那個紅頭山啊 看起來那個鮮魚 非常美 感覺很適合拍一張照 然後貼在家裡 特地 哇 那個落日 這就算左右 很忙耶 所以 你好啊 謝謝 抱歉 抱歉 請問你要帶我去哪裡 我要走了 我要走了 OK OK 這是滑水 站起來 OK 有 還是 趕快站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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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真的超多人的耶 嗨 我們在海上 對啊 對你的機器說話 嗨 我在海上 超美的 左邊那個海裡面 是 陽光照片 好 哇 喔 下去喔 呵呵呵 好想下去玩喔 嗯 這個時候的太陽 真的太舒服了 嗯 還不會胎一個人 不會想個白髮 然後就變成一個美髮 哈哈哈哈 呵呵呵 你哪有像的 阿北多漂亮 超漂亮的耶 你知道阿北家在那邊 站著滑地講啊 然後那個 一落打他身上 然後加上海面上那個 光景 超漂亮 天啊 好美喔 真的很漂亮 對 現在那邊也很大了 我剛剛 因為我剛剛在長一點 所以感受比較大 然後出來的時候就變成 哇 你回頭看好漂亮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東亞好漂亮喔 東亞好漂亮喔 耶 超漂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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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而且一來 我們現在地方是非常乾淨的 然後你完全 這個世界沒有被擋住 欸 其實這樣看路就真的很像 卓羅基公園 對啊 因為巴蒂在海上 有拍一個現實狀態 然後 就是我們從外海上 進來的時候 像是看一整邊山 然後剛好那個太陽 就打在 它有黎明 然後那個 空氣中 好美喔 你說到是 諸多基公園之 南魚園區 真的也很像 他們當地人都說 長長的大五個 在暴露 所以每一個 他們當然 想要跨來保護他們 是 現在 現在 景色那麼快 我們一定要好好投入 南魚的水光 好 人魚的方式 好 你不只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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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整個翻掉 再去前面一點 再去前面一點 瑪莉亞跳海囉 好 對不起 快 有 有 這個有快 他有這樣子下去 有 快 跳 跳起來 快 我們一定要 快跳 你要走出手 沒有 快點 你跳 這樣幹嘛 好醜 好醜 等一下真的 幫你跑 來 快點 二姐跳 二姐跳 天啊 跳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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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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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喔 嘎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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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偷看冰箱了 逛逛冰箱 這裡 今天冰箱裡有什麼 有飛魚乾 飛魚乾 這個好特別喔 這個應該就是煙燻飛魚乾吧 對 其實是我做XO醬的那個飛魚乾 對 味道很重喔 滿濃的 它有特殊的煙燻味 對... 很鹹 那個 還有 對 超像的那個 好小喔 每個都這麼小的螺 真的太可愛了吧 打不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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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跟我們一個那個 比我的大拇指指甲片還要小 差不多啦 差不多 這種應該主要是像下韭菜吧 對... QQ的啦 蒜頭辣椒 還有這個啦 這個我滿愛吃的 烤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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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漂亮喔 烤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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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杯乾杯乾杯 乾杯乾杯 把你手中的 釀蘿 盡人之島 盡人之島 盡心朋友 盡心朋友 好 好 你看 我有點新鮮喔 就配這個飲料就好了 好吧 這就是辣 這是很像萊魚板的食物那樣 對 我看到味道就能更好吃 萊魚板的瓜子 對... 吃下來... 真的耶 它是比較甜甜甜的 而且它那個醬汁調得非常好 因為蒜味我好愛喔 像飛魚的部分我們也有分 就是比較新鮮的時候 我們甚至水煮而已 那如果說曬乾的時候 會像這一道這樣子 略微的下去做紅燒 我們吃吃看 它這樣更可以吃 它那種柴魚的那種香氣 來 看它煙燻的發酵 對 煙燻鮮鮮魚 我覺得鮮魚對我來講 一直以來是 除了吃這種清甜一夜乾 然後特別鮮香以外 大部分看到的還是這種煙燻的 漂亮 比較多 它的口感都會比較有嚼勁一些 很像魷魚汁 可能要吃什麼的 其實它裡面就是有那種 柴燒的那種香氣 所以跟我們吃豆腐的那種柴魚 片的味道其實很接近 對 我吃滿重口會吃 它因為去補生鮮鮮 對 跟我說 他們的鮮魚的鮮法 一直在進化 所以我每次的鮮魚都會體驗到 不同的鮮魚的文化 下午十段吃這個鮮魚 有種那種定位的鮮魚 下午 對 吃飯 配料 來 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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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在地人打電 讓我來點菜就沒問題了 好啦 現在可以蒸茶嗎 蒸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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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完了 老闆 好啦來囉 老闆 其實這一趟的蘭嶼 除了我們體驗蘭嶼的大自然美景之外 對我來講 我還有一件想要非常非常深刻了解的事 也就是蘭嶼的影視文化 而鮮魚的料理呢 到現在演變呢 除了在這裡更生地圖之外 我們也有完全不同的形式 可以呈現出 我想像不到的一個鮮魚料理 就是這一個 你們看 鮮魚掛包 很有趣嗎 我在台灣吃了這麼多年的掛包 但是 我剛保證這絕對是一個我沒有嘗試過全新口味的味道 那刮包皮其實是相當厚 然後整個鮮魚肉有沒有看到 也很紮實 而且我剛才問了一下我們東哥 他這邊是他自己手炒的這個鮮魚鬆 所以 口感其實 應該也很酥脆 好 吃口感 跟我想像的 真的完全的不一樣 第一口咬下的部分 你會品嘗到那種脆脆的口感 因為鮮魚鬆的香氣 馬上會融在你的嘴巴裡面 然後藉著隨之而來的 就是整個鮮魚的鮮味強烈來襲 我第一次吃到刮包裡面是充滿了 整個的魚的鮮香 而且完全沒有任何的腥味跟小吃 今天的海礦海礦 真的超級公平的 天啊 這個海已經有分成幾個顏色了耶 今天這樣要看世界局的全點 應該是很棒的 蠻值得一去的 真的 很多國外的人都來 都會特地想要去 八代灣沉船 我們也很期待 對 還算是整個 就是連大陸的沿海裡面算 我第一次算滿完整的 然後實際真的沉的沉船 你知道這沉船到今天 剛好四十週年了 對 因為它1983年9月27號 那它是韓籍的遠洋貨輪 農物物出了這個椒鹽 然後破了洞 所以它開到 因為八代灣這邊 有一個國際的茅尾 就是萬一 你要下茅的時候 這邊是可以下茅的 它開在這邊 下茅以後就在這邊沉了 所以它變成全世界 國際級的潛點 因為它整個斷掉了嘛 好像有分 我們待會兒等一下下去看到 它主體是整艘船的船尾的部分 但是也只占它整艘船的 大概三分之一 那船身也在那邊發 也就在旁邊的船身 然後船頭 大概整個山落 大概有將近五十米 這樣看過去感覺浪很平 對啊 那其實像浪高還是有一點多米 對 其實等一下上船的時候 你就會感覺到那個油晃的感覺 那邊的話算是流區 是 算是流區 對 然後這幾天淺的話 其實上都會起流 對 那起流起來的話 淺的會比較辛苦一點 到了 很快耶 對 我需要趕快下去 那個早餐在滾 這邊真的有流耶 看起來沒什麼但是 就是船一停下來就開始在晃 對 其實很晃 那趕快下去 而且我們剛到就看到 有很多之前的夥伴們 已經在這邊準備了 所以這邊真的是一個 國際級的全店 好 開店喔 好 開店喔 開店喔 好 好 閃子 閃子 小心 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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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二 二 四 三 三 六 好 慢慢的 抱這個 我煮到蝦 好 一 二 三 好 好 這樣就問了小弟 好 這樣就有空 好 OK的 八代完成船 我們來了 床園又重新回到了 蘭嶼的八代完成船 對我來說 這永遠是一個非常敬畏的潛點 我記得我第一次來這裡 潛水的時候 我呢 因為看到這廣闊的風景 還有這麼大一艘船 坐落在這麼深的海水裡面 其實當時的我是有恐慌症的 但是這一次下潛 興奮的程度已經蓋過了 那一個當時的恐慌火 再加上和新朋友一起下來 我有一個小小的責任 就是想要把他們也照顧好 我最喜歡在下潛的時候 看到這麼多的氣泡向上升 會讓我暫時忘卻這個深度 對我來說 這裡實在是太有挑戰了 教練一路帶著我們 伸入船艙裡面 鑽啊鑽的 而且有說 有一些空間呢 是他們以前上廁所的地方 還有吃飯的地方 在這麼暗這麼暗的狀況之下 其實我也看得不是很清楚 只是非常享受 桃錢帶著我一路 上上下下左左右的轉 我也忍不住 東拍拍 西拍拍 今天比較緊張 我可以走 我可以走 我腳不要緊張 好多泡泡 終於有比較舒服一點的感覺了 光是剛剛在上面好暈喔 他們都下去了 哇 我今天能見度超好的耶 我大概在海面上 就可以看到沉船了 我想趕快下去 哇 好壯觀喔 欸 看到這個沉船的船尾 可以想像他那時候 真的很像鐵達泥號 這樣子折一半 然後慢慢 慢慢沉下去的 那時候的感覺 可以想像得出來 好多魚群喔 他們已經把這個沉船 當做他們的家了 這上面還有好多的珊瑚 我看很多的魚群 有來有去在裡面玩躲貓貓 這個魚球 哇 好大的魚團喔 哇 欸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一個房間 還是怎麼樣 這個全部都是他們耶 魚團在裡面有 你們要去哪裡啊 他們好像都不害怕人 我一直靠近他們 但他們都一直在那邊 這個船頭和船尾 還有看到好大一群的海傘喔 可以想像四十年前 這艘船沉下來的時候 花了多久的時間 才讓這些生物 能夠在這個地方 永住下來 好期待看到四十年之後 這艘船會長什麼樣子 哇 海真的好藍喔 看來讓人心曠神怡呢 於是我們一群人 又來到了沙地上 置底大概三十六米 三十六點二米左右 沙地上 不免感受到一點點 水壓帶來的壓力 但是能夠躺在這一片沙地上 仰望著海平面 還是一件非常非常療癒的事呢 也希望下一次 可以跟我的新朋友們 去更多更多的地方潛水 我真的太愛這片大海了 耶 謝謝 謝謝 好 好 現在來到那個 他說會有窗戶的地方了 哇 進去的時候好漂亮喔 尤其是那個藍色的光 然後透過海啊 然後照射進來那個光線感 真的非常棒 而且裡面還有很多雨 在跟我們一起穿梭在其中 不知道我突然就想要那種 鐵塔尼號的感覺 那種壯闊的感覺 還有寧靜的感覺 突然覺得時間好像就靜止在那個 沉船沉下去的那個剎那 有這種穿越歷史的感覺 好 終於出來了 哇 出來別有洞天耶 而且整個感受到光真棒 耶 然後這邊有個很大的空地啊 我跟忠瑤就在這個沙地 然後拍照 對 我剛剛有特別跟教練要求 我要在這邊 船的地方來拍一張這個 自然產生的畫面 就是我跪在那邊 然後 對著這個船 然後站翻出景仰 就是那種狀態的照片 我一定要在這邊完成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好玩喔 可以做距離了 好羨慕喔 下面是另外一個巾線 真的 我只有在水上拍 可是我有拍到你們下去 還有冒泡 然後再來就是剛好提到光下去的時候 我們整個那個船的形狀有出來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下面是另外一個巾線 天啊 天啊 時間過好快喔 對啊 真的喔 好開心認識你們 因為應該是我參加過最秋的一個外景節目了 我有沒有發現中央在這邊 我們真的很突然入外景 對啊 他懷先就在過他的 真的 因為這一次我覺得有他 我們就融入在地了 真的 就很像一個當地人帶我們到處跑來跑去 對我來說這裡比較像是家 然後比較像是說你們竟然來了 然後介紹這個我另外一個家的概念 所以有點臭到我會覺得沒有在工作 是因為這個島上有機會可以認識很棒的當地朋友 然後他們帶著我深入了解他們的文化 然後帶我們認識這片大海 還有他們的各方面的大小事 我才會覺得這個島有這麼迷人 有這麼迷人處 我不會每年都混在 我們到了更深的海底 然後每次都只能在水竹缸或影像上面 有沒有看到花園蔓就在我面前 而且那個是超乎我想像中的畫面 我覺得他們這邊也是 它保存非常的單純 然後很純樸 可是它的一些景點 跟你所看的東西又非常的國際 讓我看到一整片的花園蔓 或是那個鐵達泥號 就是這樣 對 這真的是 國際的人都可以來看 可是它又是 這邊就是很單純 然後其實很純樸的東西 但它一直保存得很好 本節目由PD助攻庫七棟版冠名贊助播出